积天道的修为再次暴涨,达到了千界婆娑第二命格,但他看到一众徒弟的修为全都在突飞猛进,丝毫不敢耽搁,准备前往天伦山脉碰碰运气,看能不能再击杀一只命格兽,用来突破第三命格。 积天道刚离开大殿,就感到一阵剧烈的元气波动,天舞院的女弟子吓得惊慌失措。 石先生息怒,我没事,你们不用大惊小怪,说话的便是积天道最小的徒弟海螺。 海螺这段时间都在努力修炼,可无论他怎么修炼都无法平心静气,自身修为也进展缓慢,甚至可以说是停滞了些。 海螺缓缓起身,看到一位老人正单手坐在身后,看着他。 海螺大惊失色,立刻跪下,弟子拜见师父。 积天道大步走了进去,叹息一声,海螺,你的心乱。 海螺点点头,师父,母亲的面容总是出现在我的梦里, 我只想赶快突破千界婆娑,前往未知之地一探究竟。 看着一天就长大的海螺,积天道还有些不习惯,或许是现在的海螺太过有自己的想法。 如同父母突然有一天发现自己的孩子长大了,有了些许叛命。 看着师父慈祥的目光,海螺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师父,我错了,您教过我们,欲速则不达。 积天道淡然地点点头,既然不知道错了,应该明白怎么做了吧。 海螺回答道,弟子明白了,兵,教导徒弟落实英,获得一千点功德,粮食一友,加成二百点。 原来这就是粮食一友的作用。 修行之路慢慢,切记意气用事,虽然你已是实业业火,在红莲世界也算是一等一的高手, 但你和于晨书相比,还是弱了不少。 海螺点点头,他也清楚自己的修为是瞬间涨上去的,根基不完,实战经验更是几乎为零。 积天道继续说道,于晨书关押洛轩,就是为了太虚种子,以他的性格。 若是有实力去为之之地,早便去了,为何到死都不敢? 文言,海螺公申道,弟子明白了,这里暂停一下,兄弟们元旦了, 如果你很孤独,又想找个纯红齿白的姑娘聊聊天,快试试牵手App吧, 上面女生好看不高了,个个一百六十五的大长腿,还会主动自拍分享生活, 都是想好好谈恋爱的,总能找到跟你有共同话题的人,表弟用了半个月就聊成了。 想脱单的兄弟,快打开评论区试试吧。 实业巅峰夜火,并不值得骄傲,你大师兄和二师兄虽为九业, 却有斩杀实业的能力,你要多向他们学习,不可骄傲自满。 弟子受教了,丁,调教徒弟落实因,获得一千点功德。 积天道不再说话,而是转身离开了。 积天道没有乘坐坐骑,一路掠过山川河流。 以他现在的修为,若施展大神通术,坐骑的速度并不如他。 当然,坐骑不用消耗元气。 半途中,耳边再次传来提示声, 丁,获得六百人前程朝拜,奖励六百点功德, 一百五十人叩拜,奖励零点功德。 积天道本想观察一下老八的情况,但觉得没必要。 能让他人朝拜,老八应该没有威胁。 一个时辰之后,积天道来到了天伦山脉。 此时的峡谷早已满目疮痍, 空中弥漫着血腥味,以及尸体的腐臭味。 不过,山脉附近的尸体明显被人处理过, 应该是一些贪图便宜的修行者, 试图从这些尸体上找到一些财物。 积天道喃喃自语,黑水玄洞沟通惊鸿二界。 那么这里沟通的会是哪里? 难道是黑莲世界吗? 毕竟,在这里他曾亲眼看见陆离出现。 很多弘连世界的修行者也看到了那五十丈之高的千箭胡缩。 自那件事以后,弘连世界人心惶惶, 到处都在传播着灾难将士的谣言。 但过了这么久,弘连世界并无大事, 谣言也就渐渐止息,没人再传了。 积天道观察了许久,也没有发现命格兽, 就在积天道准备返回的时候,看到了诡异的光滑。 那是什么? 积天道心中充满疑惑看了过去, 一道道阵纹闪闪发光。 这里果然是一个通道, 只因两个世界。 积天道眉头微皱,难道是陆离留下的? 但是他没必要这么做。 以陆离自身的修为, 想要踏平红莲世界并不难。 那么他,为什么要留下这的阵法呢? 他正思索着, 忽然,阵纹响起嗡鸣声。 有人来了? 积天道左右看了看, 并无人影耗尽。 但这阵纹不会撒谎, 他当即闭上眼睛, 默念天书神通, 四面八方所有的声音, 尽数说在耳中。 果然有空间撕裂的声音传来。 积天道心中一动, 躲在了暗处。 轰的一声, 一座黑莲牵戒婆娑法身, 凭空出现。 又是黑莲? 积天道赶紧隐秘全身气息。 这是一座五十丈的黑莲法身, 意味着和陆离同一个级别。 未完待续。 积天道遭遇大危机, 牵戒婆娑五命格的高手出现在他的面前。 还好此时积天道隐秘了全身的修为, 藏在了暗处。 出现的这位高手, 一头红发, 身披红袍, 双目如鹰笋, 额头有奇怪的血色印记。 他破碎空间后, 收起法身, 悬浮当空。 男子面色冷漠, 转过身, 掌心向前一推, 一道紫色的符印飘出。 积天道于暗中看着那黑莲修行者, 同时产生几个问题, 此人在干什么? 是敌还是有? 积天道不认为黑莲剑的人都会像陆里那样好说话。 敌不动, 我不动, 积天道决定继续观察。 在天书之力的帮助下, 积天道的气息完全被引逸。 对方是千届婆娑五命格的高手, 比自己多出三命格。 双方如果火拼, 对手比自己多出十二次进攻的机会。 积天道在暗中盘算着对方和自己的实力差距。 当然, 他有致命一击, 这就多出了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那黑莲强者就这么静静地站着, 不知道在干什么, 好像是在等待某种契机。 积天道打开了系统的界面, 看了下剩余功德点, 还有两万七千一百三十, 致命一击现在的售价是两万五, 还能再买一张。 足足等了有半个时辰, 一道人影从外面飞了进来。 小人来迟, 还望一大人恕罪。 原来这五命格黑莲高手, 姓毅, 名谣, 一谣看向眼前的年轻人, 调查得如何? 回忆大人, 能否换个地方说话? 我刚才进来时, 发现有人来过的迹象。 一谣没有说话, 而是运转元气, 朝着四面八方流淌, 很快将方圆数百米笼罩。 积天道眉头微皱, 他将所有的气息, 隐藏在丹田汽海之中, 天书之力包裹全身。 那些气息掠过积天道, 然后又迅速地收拢了回去。 一谣自信地说道, 此地无人, 有话直说吧。 那年轻人这才说道, 一大人神通广大, 小人放心了。 您让我调查的事情, 确实已经查清, 不久前, 的确有一位千界婆娑的黑莲强者, 从这里去往无尽之海。 大唐已派人去无尽之海调查了, 那位黑莲强者, 只怕是与海兽之王, 同归于尽吗? 一摇摇了摇头, 陆离啊陆离, 亏你还是黑塔议会的成员, 竟如此愚蠢。 我让你调查的怒目巨猿, 你可有消息。 那年轻人继续道, 怒目巨猿被一个信陆的老者吸引了出来, 被陆离大人击杀, 命格之心应该在陆离大人的身上。 一摇微微醋眉, 信陆的老者是干什么的? 还望义大人为我等做主? 江小生, 你在我面前耍什么心眼? 有话直说, 小人不敢, 家世被杀以后, 我一直在想办法报仇, 谁知那信陆的徒弟秀为高深, 为此, 我还折损了一命, 我若有半点谎言, 愿遭天打雷劈。 叶珍这个人办事妥当, 唯一可惜的便是心眼波多, 黑塔议会对他也有些意见, 死了便死了。 至于谁杀的, 黑塔议会不想过问, 你若想要坐稳叶珍的位置, 那便要乖乖听话。 江小生说道, 逆大人, 那信陆的不简单, 他杀了于尘书, 控制了天武院。 家世也是被他所杀, 接下来, 他一定会掌控大唐王室。 家世活着的时候, 还能替各位大人盯着各地的命格兽, 但现在我有心无力啊。 一摇陷入了沉默, 叶珍活着的时候, 是有足够的能力和地位, 甚至将手伸到了宫中, 如今叶珍一死, 想要扶持第二个替黑塔议会卖命的人, 最合适的人便是江小生。 杀你师父之人, 黑塔议会自会想办法解决, 替你报仇, 也会许你相应的地位。 但在这之前, 你必须盯好各地的阵法, 不得有任何差错。 若是再有命格兽逃出, 为你是问。 大人听我解释, 怒目巨人之所以能逃出, 正是因为云山方向的一个阵法, 被人破解了。 一摇文言, 疑惑道, 红莲世界竟有人能破此阵。 我亲眼所见, 此人是陆老头的二徒弟, 于尚荣。 于是, 他将于尚荣如何凝聚六万多道建纲的场景, 依依说给了一摇, 那于尚荣自诩见到天下第一, 原本我有机会杀了他。 可惜的是, 他的师兄及时赶到, 夺走了我一命。 此二人不过九夜, 还请义大人出手, 将他们击杀。 一摇说道, 区区九夜竟能破开我的阵法, 果然有趣。 自从这帮人出现, 加世了很多计划都被打乱, 请义大人明鉴, 未完待续。 义大人, 那纪老摩和他的徒弟们, 三番五次破坏您的计划, 请您出手将其击杀。 一摇没有说话, 身上散发着诡异的气息。 他沉思片刻后开口道, 这件事我知道啊, 我现在还不能暴露身份, 不然白脸也会插手。 这是五颗元气单, 你拿去服用, 回去以后, 潜心修行, 不要轻举妄动。 江小生一脸疑惑, 义大人明明是五命格强者, 直接出手。 扫荡这帮破坏计划的人不就行了? 他在犹豫什么? 义大人, 你为何不亲自出手? 闭嘴! 一摇忽然抬手, 打出一掌。 砰的一声, 江小生毫无抵抗之力, 被扇飞了出去。 你是什么东西? 竟敢质问我? 江小生浑身颤抖, 小人不敢, 请义大人息怒。 做好你自己的本分, 滚吧。 江小生连连后退, 离开了这。 裂骨内部, 恢复安静。 一摇思索了片刻, 再次打出几道紫色的符文。 那些符纸到处飘荡, 此人是在寻找命格兽吗? 积天道看着一摇的操作, 眉头却微微紧重。 虽然听得有些迷惑, 还有很多疑惑, 但基本听明白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红莲世界近两千年时间里, 一直都没有命格兽的出现, 不是因为命格兽西游, 而是被黑莲高手事先定位冷断了。 现在一切明了, 若不是轻耳听道, 谁能相信, 叶真的背后, 竟藏着这么大的阴谋。 叶真竟然是黑莲世界的代理人。 正思索间, 一摇的声音传来, 聂畜, 还不快出来受死。 积天道心中微动, 难道自己被发现了? 疑惑间, 耳边传来巨响, 煞石间天崩地裂, 滔天岩浆冲上天际, 宛若火红色巨龙照亮整座猎骨。 在这滔天烈焰里, 一头目目巨猿拍打着胸口。 积天道心中惊讶不已, 还真有命格兽。 从生命气息上判断, 这具兽不会低于1500年。 没想到, 他找了半天都没找到命格兽, 竟被一摇如此轻易地找了出来。 一摇表情平淡, 仿佛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一摇并未发现积天道, 但眼下积天道要是运用元气抵抗, 势必会被发现。 积天道赶紧记出了非凡之力, 果不其然, 非凡之力萦绕全身, 阻挡了所有攻击。 一摇看着拍打胸口的命格兽, 沉声道, 怒目俱缘。 还可以, 这里暂停一下, 给兄弟们推荐我经常玩的。 如果你圈子很小, 还想找个长发及腰的女友, 快试试牵手APP吧, 上面女生好看不高了, 个个165的大长腿, 还会主动自拍分享生活, 都是想好好谈恋爱的, 总能找到跟你有共同话题的人, 表弟用了半个月就聊成了, 想脱单的兄弟, 快打开评论区试试吧。 积天道却在思考, 按照之前他和江小生的谈话, 黑莲世界应该是将命格兽垄断了, 那陆离为何会将命格之心赠予自己呢? 前往黑莲的通道, 真的就在这峡谷里吗? 怒目巨人发出震天咆哮, 在天伦峡谷之中震荡, 一摇似乎有非常丰富的硬抵手段, 单掌向上冲向怒目巨人, 怒目巨人丝毫不惧, 也冲向一摇。 双方碰撞在一起, 下一秒怒目巨人竟被击退了, 猎谷也被震得地动山摇, 积天道微微皱眉, 非凡之力能顶一时, 但不能长时间坚持。 他想了一下, 趁着一摇和怒目巨人大战时, 向后退去。 以一摇的修为, 这怒目巨人估计撑不了多久, 果然怒目巨人的惨叫声响天彻地, 好在积天道的天疏之力, 可以抵御阴波攻击。 一摇怒吓一声, 纵身向上飞入高空, 背后星盘转动, 形成了一个个巨大的圆坛。 五大命格, 异一声辉, 命格一亮, 天地为之色变。 这一切都落入了积天道的眼中, 好霸道的力量, 五大命格同时绽放, 简直无敌了。 五个命格闪烁合一, 击射出一道金色的光柱, 扑的一声, 洞穿了怒目巨人的胸膛, 只是一招就将怒目巨人重伤了。 积天道看着这一幕, 同时, 这也让他明白了自身的短副。 他虽然看了不少古籍, 也从李云真口中了解了命格的信息, 也掌握了开启命格的方法和技巧。 但是, 他对千戒婆娑的战斗方式几乎空白。 一摇这一手五大命格同时发力, 令积天道眼前一亮, 裂骨中安静了下来。 聂处还想反抗? 一摇朝着怒目巨人飞了过去, 一挥手将命格之星挖了出来。 他满意地点点头, 也别怪我杀你, 谁让你们先觊觎人类的弱小才是原罪? 此时积天道依旧藏在暗处一动不动, 倒不是惧怕这五命格的强者, 而是觉得暂时没必要和他交手。 也许是环境太过嘈杂的缘故, 一摇也没有察觉到积天道的存在。 一摇满意地点了点头, 转身朝着远处飞去。 积天道心中疑惑, 他这是打算留在红莲世界, 又或者, 黑莲的入口并不在岩浆之下。 等一摇消失以后, 积天道走了出来, 想要去查看一下一摇留下的阵法。 殊不知这个行为, 为他带来灭顶之灾。 未完待续。 一向老谋深算的积天道, 竟也有重计的一天。 他看到千届婆娑五命格高手离开后, 就从隐匿处走了出来。 看着一摇留下的阵法, 喃喃自语, 入口到底在不在下面? 这个疑问刚产生, 一个沉稳略带疑惑的声音传来, 你是何人? 积天道转头看去, 那一摇正面带杀意和笑容地看向他, 积天道表面依旧镇定, 从刚才一摇的战斗来看, 二格和五格的差距, 大, 就算当场被发现也属正常, 只是没想到, 一摇的行事风格如此谨慎, 你早就发现老夫了吗? 一摇摇了摇头, 没有了, 只是我这个人做事, 一向如此谨慎, 积天道点点头, 这也证明了非凡之力对千剑婆娑也有效。 江小生是你的人? 一摇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说道, 看来我们的谈话全都被你听到了, 你能躲过我的感知, 想必修为不简单, 积天道摇摇头, 我的修为不值一提, 在五命格面前, 他的确没什么好吹嘘的资本, 一摇问道, 你来此处有何目的? 当然是寻找命格兽, 那你来晚了, 命格兽已经被我击杀, 积天道沉声道, 红莲世界的命格兽, 是不是都被你们定位垄断了? 的确如此, 但这是为了保护红莲世界, 命格兽出现到一定数量, 就会引起更强大的兽王和兽巢进攻, 所以, 我是在做好事, 积天道却摇了摇头, 一派胡言, 那你有什么想法吗? 有一个猎人, 他喜欢吃狼肉, 并且发现羊能吸引到狼, 于是就把羊求进进来, 狼和羊都是猎人的食物, 一摇笑了笑, 很有趣的比喻, 可你并非是羊, 那是因为有一天, 羊发现自己通过吃狼可以变成狼, 但这样会给猎人带来威胁, 于是猎人便垄断了所有试图靠近羊的狼, 一摇点了点头, 你很聪明, 但聪明人通常活不久, 峡谷中瞬间安静了下来, 积天道看向一摇, 所以, 你要除掉老夫, 一摇点点头, 凡事都有例外, 羊有的时候也可以直接变成猎人, 积天道疑惑地问道, 什么意思, 姜小生实在太过弱小和愚蠢, 不太适合当我们的代理人, 你是想让老夫接替姜小生的位置, 没错, 这可是很多人求都求不到的机会, 老夫有什么好处, 我可以让你变成猎人, 甚至还给你配上世间最好的武器, 但这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要想获得这些, 也得付出相应的贡献, 在这之前, 你得先服下这个, 说完一摇, 取出一颗丹药, 积天道疑惑道, 这是何物, 此物可吸附在丹田契海之中, 只要你不违背黑塔的意志, 便不会有问题, 否则, 他会让你痛不欲生, 一摇将他丢给积天道, 扶下他, 积天道轻轻一摁, 丹药直接成了碎渣, 看到这一幕, 一摇的面容凝在了一起, 可惜, 老夫自由惯了, 这世上, 只有他人服从老夫, 从没有老夫服从他人的份, 一摇感觉到了积天道身上的气息变化, 我看你这是找死, 嗡的一声, 心盘转动, 一掌打出, 积天道当即台掌, 五指向前, 起手便是大无为意, 直接调动了一半的非凡之力, 一摇面色一沉, 怎么会是蓝色, 轰的一声, 一摇竟被击飞了出去, 一摇问道, 你不是红莲世界的人, 积天道却对自己的非凡之力不太满意, 一半的非凡之力, 按照他千戒婆娑的修为, 足以秒杀怒怒俱缘了, 却没想到, 只是将一摇击退, 他本人安然如样, 难道真的要真的要逃走吗? 积天道心中虽然慌乱, 但依旧镇定地说道, 老夫何时说过自己是红莲之人, 一摇的表情顿时变得凝重, 看来你也是猎人, 同时心中暗想, 这老者的修为深不可测, 能躲过我的感知, 很有可能在我之上, 太大意了, 得想办法逃离, 自己居然跟这样的强者, 攀谈了这么久, 积天道沉声道, 你若这么想, 老夫没意见, 他从一摇的脸上看出, 他好像很忌惮, 所以现在不能慌, 必要时可以用致命一击搏一搏, 然后再想办法逃离, 一摇慎重道, 阁下这么做, 恐怕有识道义, 老夫又不认识你, 谈什么道义, 此话一出, 双方的气氛变得剑拔弩张, 积天道好像真的激怒了对方, 未完待续 积天道太疯狂了, 竟然要打劫千戒婆娑五命格的高手, 一摇怒斥道, 阁下, 你这明摆着是要硬抢吗? 一摇调动千戒婆娑法身, 心中暗响, 气势绝不能输, 老夫, 抢你又如何? 也就是这一刻, 一摇抓住了机会, 身后五大星盘亮起, 一道光滑射向积天道, 积天道二话不说, 五指向前推去, 剩下一半的非凡之力, 全部倾泻了出去, 一摇脸色大变, 连续向后闪烁, 轰的一声, 非凡之力挡住了五大命格的光芒, 但没想到, 一摇还有后手, 一道光柱从后方袭来, 积天道来不及多想, 立刻开启了损身, 三十五张的法身出现在眼前, 挡住了那道命格之力, 澎湃的力量, 令积天道向后飞出了数丈之远, 积天道心中赞叹, 不愧是五命格的强者, 但糟糕的是, 他暴露了法身, 这意味着, 一摇很可能会一路都到底, 一摇全力的一击, 被那篮掌压制住了, 本打算借机逃走, 但却看到了积天道的法身, 三十五张金色千剑婆娑, 这到底怎么回事, 难道这老东西在装枪做事, 难道这蓝色钢器是某种特殊手段, 老东西, 差点被你骗了, 这次你死定了, 一摇干净利落地再次冲了过来, 五大命格一一生辉, 积天道眉头微皱, 不再犹豫, 甩出致命一击, 卡碎之时, 一个巨大的掌印形成, 同样的招数, 对我无用, 与刚才的蓝色掌印不同, 这次是金色的大无畏意, 当一摇与金色大无畏意碰涨之时, 顿时手臂折断, 煞世间, 一声惨叫, 一摇浑身汗毛直立, 大无畏意继续向前, 直接将它轰碎了, 命格之星也掉落了出来, 积天道一挥手, 将命格之星收入怀中, 致命一击, 就是规则之力, 必杀之, 但黑色的千戒婆娑, 瞬间收落, 一摇竟然又活了过来, 好卑鄙, 原来二命格法身, 是故意引诱我进攻的伎俩, 恕我大意了, 此时的积天道也很震惊, 致命一击竟然没能杀了此, 那么现在就只能逃跑了, 这里暂停一下, 如果你想谈恋爱了, 不妨试试这个, 能根据你的喜好, 选人的恋爱软件, 你可以选择你想要的女友特质, 牵手就会根据这些特质, 给你推荐符合你要求的女生, 最重要的是, 她会优先推荐喜欢你的女生, 所以在牵手, 拖单成功率才会这么高, 牵手不是机械的筛选匹配, 她会重视你的感受, 把你所喜欢的直接推到你面前, 希望她能帮助到每个小恋爱的你, 一咬也是同样的想法, 这一掌不仅要了她一命格, 还断了她一臂, 如此厉害的对手, 那就只能逃走了, 她此时也顾不上看积天道了, 开着千戒婆娑法身, 朝着远处疯狂闪烁, 叮, 击杀一命格, 获得六千点功德, 积天道恍然大悟, 一命格可以抵一命, 想起一咬谨慎的行事风格, 积天道赶紧掉头迅速离开, 两人就这样朝着两个方向完命狂奔, 积天道飞了一段距离后, 打开了系统界面, 此时功德值还有三万三千一百三十点, 而致命一击的价格涨到了两万六千点, 若是磁卡击杀千戒婆娑, 太亏了, 而且千戒婆娑都有命格, 这样的话, 致命一击就做不到必杀之了, 当然, 对于千戒婆娑而言, 任何一个命格的积累都不容易, 命格受的珍惜, 甚至导致千戒之间也会有殊死相争, 这一张卡带走一命格, 异谣必定顺色积天道, 积天道想到了异谣留下的证物, 那东西应该是一个长期的通道, 而异谣的逃离方向却是裂谷深处, 也就是说它还在红莲之中, 若是现在回去的话, 大概率会碰到异谣, 走得有些急了, 应该毁掉阵文才对, 积天道沉思了片刻, 难难自语道, 若他不服, 那就再灭他一命一, 到那时, 自己二命格加夜火, 胜他重伤之后的三命格应该不成问题, 这么一想, 老夫似乎能赢, 应该趁胜追击才对, 为何要建好就收, 这下亏大了, 想到这里, 积天道掉头再次进入天伦峡谷之中, 左右观察, 可惜的是, 异谣并未出现, 积天道来到阵文面前, 出手将那阵文彻底毁掉, 通道口应该关闭了, 积天道隐隐有些担心, 以黑莲目前展现的实力来看, 他们有能力将整个红莲的命格兽垛断, 那么, 他们会对金莲进行同样的操作吗? 金莲世界的九夜限制被自己打破了, 按照修行的速度来算, 金莲世界不出几年, 便会有十夜诞生, 从而吸引命格兽, 命格兽一旦出现, 黑莲岂不是也会对金莲界的命格兽动手? 算了, 先回去再说, 积天道没有多做停留, 离开了天伦峡谷, 未完待续, 积天道第一次有死里逃生的感觉, 他竟然应刚牵戒婆娑五命格的强者, 那可是连致命一击都杀不死的怪物, 要是真的拼到底, 积天道还真有可能要死在此人手里, 还好, 这家伙被积天道斩去一命格后锁了, 直接逃跑了, 积天道这才拿着命格之心离开了天伦峡谷, 待积天道离开之后, 大约半个时辰后, 一遥从荣江裂谷里走了出来, 没想到这老东西如此狡猾, 一遥心有余悸地看着峡谷的出口方向, 还好自己足够隐忍, 在裂谷中足足藏了半个时辰, 要不然只怕又被这神秘强者逮到了, 一遥看着被破坏的阵纹, 喃喃自语, 此人到底是谁? 难道是蓝莲使者吗? 但黑莲世界从来没有关于蓝莲的记载, 哪里出了问题? 一遥想到这里, 更是不寒而栗, 在他的观念里, 黑莲才是真正的猎人, 其他世界都是绵羊, 现在冒出来的蓝莲又是什么鬼? 他想不通也想不明白, 必须将此事上报黑塔一会。 嗡的一声, 祭出了千戒婆娑, 法身高度从五十丈下降到了四十五丈, 脑海中回想起基天道那一道金色的大无味印, 不由身子一颤, 命格的原理便是吸收凶兽一千五百年寿命, 除了能增加修为和拥有命格之例外, 命格还能帮助主人抵挡一次致命伤害, 当然,这也意味着要折损一命格, 其中的滋味只有他自己清楚, 命格的重要不言而喻, 这让他如何不恨? 一摇看了一眼基天道离开的方向, 老东西我记住你了, 下次再见, 避免你命格, 娶你狗命。 说完, 一摇带着千戒婆娑直接破开空间, 片刻过后, 天轮峡谷便没了动静, 另一边, 姬天道悄悄返回了天武院, 以他的修为几乎很难有人发现他, 但姬天道并没有因为获得了一颗命格之心而感到高兴, 因为他最大的依仗致命一击, 此时不能作为最强杀手锏了, 这也是他第一次和千戒婆娑正面冲突, 也才知道了命格的更多用处, 回想起和陆离的第一次见面, 若打起来还真可能会因此吃大亏, 当然那时他有五十多万功德, 灭杀一个五命格问题不大, 在过去的相当一段时间里, 致命一击卡只是作为杀手锏, 而不是作为赚取功德的手段, 价格的涨幅势必让他谨慎对待, 但眼下似乎变得更没用了, 命格一下的修行者并不需要此卡, 而命格以上的一张卡又解决不掉, 那他岂不是变成了废卡? 而且, 那一摇势必会找老夫报仇, 该如何应对? 姬天道看了一下面板, 还有三万三千一百三十功德点, 自己是真穷啊, 三万多功德值, 现在买致命一击明显不划算了, 用他对付千剑伯缩, 不如想办法在命格上下顶功夫, 他直接将怒目巨人的命格之星, 在系统中进行兑换, 丁, 耗费一千点功德和怒目巨人命格之星, 获得金赤英命格之星, 金赤英命格之星, 可开启命格, 提供两千寿命, 获得新能力, 浴火, 之前的怒目巨人, 是增加攻击和耐火, 现在两者刚好可以相辅相成, 姬天道直接将金赤英的命格之星, 放进了命宫, 生命能量开始像漏洞似的, 向命格之中汇聚, 姬天道知道这个过程持续很久, 便不再领会, 而是开始参悟天书, 半个时辰后, 一股炙热的感觉扑面而来, 姬天道睁开眼睛, 看到了命宫之内燃烧起熊熊烈火, 如同火凤浴火重生, 丁, 命格之星生命一出, 将转化成能量, 姬天道顿时觉得, 浑身传来一股难当的灼烧感, 五脏内腐和丹田气海, 全部都充斥着烈火, 糟糕, 命格之星这东西, 果然不能乱用, 如同吃药一样, 吃多了也会产生副作用, 姬天道竭力压制翻涌的气血, 只要扛住这一波, 第三命格就能开启成功, 但是自己的烈火烧自己, 可真是有够讽刺, 姬天道当即调动天书的非凡之力, 非凡之力瞬间将所有的烈火熄灭, 难道要失败了吗? 因为命宫彻底熄火了, 命格也失去了光芒, 失败是成功之母, 姬天道叹息摇头, 吃一欠掌一智, 但就在姬天道准备收起法身的时候, 忽然命宫中的火焰复燃了起来, 未完待续, 姬天道变了, 变得有些急功近利, 为了能提升修为, 有点不顾一切, 自从他和五命格的一摇交手后, 心中就隐隐感到不安, 以前不管遇到多么强大的敌人, 他都可以凭借巅峰体验卡和致命一击, 成为最后的赢家, 但现在巅峰体验卡已经用完了, 致命一击竟也无法做到必杀了, 慌乱之下, 他竟然在第二命格还没稳固的情况下, 直接突破第三命格, 结果遭到反噬, 剧烈的火焰将他淹没, 还好有天疏的非凡之力保护了身体, 火焰灼烧的疼痛感消失了, 开启命格的状态也恢复了正常, 和前面两次开启命格不一样, 这一命格的开启, 运气成分太大, 稍有差池, 这一命格就废了, 出于谨慎的态度, 姬天道又观察了一段时间, 确定没问题才又开始参悟天书去了, 次日, 姬天道睁开眼睛, 发现命格之星还在汲取着生机, 这次怎么需要这么久, 赶这下非凡之力, 还需要两天才能满, 他便继续参悟天书, 就这样足足过了两天时间, 丝乌牙来找过师父一次, 奈何没有回应, 他也不敢擅自闯入, 这时李云征一脸尴尬地说道, 老师这些题太难了, 能不能再给我一个月时间, 丝乌牙看了他隐, 不用了, 这些题你做不出来的, 为什么, 我明白了, 这些题本来就是无解之题, 有解, 我的意思是说, 以你的能力解不开它, 这段时间, 李云征的自信心被打击得体无完肤, 自诩博览群术的他, 在丝乌牙面前几乎是全方位被吊打, 丝乌牙本就当过太夫, 年龄上也远超过李云征, 所掌握的知识, 绝非李云征所能比, 丝乌牙问道, 以你之见, 要想拿回你的权柄, 要从何处开始, 当然是文武百官, 只要他们没有人反对, 我就能坐稳皇位, 丝乌牙摇摇头, 你再好好想想, 难道不是吗? 老师, 四位国公已经被施工折服, 有施工助我, 四位国公肯定站在我这边, 有了四位国公的支持, 文武百官只需要稍稍小以厉害即可, 丝乌牙还是摇了摇头, 李云征实在想不通了, 请老师指教, 夏侯生统领十万御林军, 他不臣服于你, 你的的皇命出不了京城, 可是, 夏侯生不知道躲哪里去了, 有施工在, 他应该不敢回来吧, 自从于臣殊死后, 夏侯生便没有出现了, 事无绝对, 你要记住, 若这没有话语权, 你是一国之君, 应该体会最深, 李云征点了点头, 第二件事, 要让大唐八大将军臣服于你, 哪怕用他们家人的性命做威胁, 可他们都是保家卫国的英雄, 我怎么能对他们下手, 斯乌牙几乎无情的做事风格, 令李云征愣住了, 有些难以接受, 见李云征心词手软, 斯乌牙叹息一声, 也知道不能逼太紧, 他亲眼见过大爷王室的兴衰, 兄弟的残杀, 乃至皇室的分崩离析, 斯乌牙开口道, 与我同行而来的江爱贱, 你可知他的真正身份, 李云征摇摇头, 表示不知, 他是大爷皇室三皇子刘臣, 曾经是最得宠的皇子, 可惜, 锦和宫一把火, 烧死了上千人, 进军和八大统帅, 乃至九州的镇守大将军, 没有一人站在他这边, 切记, 那些将军再优秀, 也不是你的将军, 凡是挡你路的, 皆可杀, 李云征吓得呆住了, 斯乌牙说道, 再过几天, 我会和你施工商讨入宫的事, 你回去好好考虑, 学生告退, 此时李云征脑袋刮嗡嗡的, 混乱不堪, 与此同时, 基天道听到了系统的提示声, 丁, 您参悟了帝字卷三百遍, 可提升非凡之力为太玄之力, 听到这个提示声, 基天道有些疑惑, 什么是太玄之力, 丁, 获得一万五千五百人前程叩拜, 奖励一万五千五百功德点, 获得八千七百五十人叩拜, 奖励零点功德, 连续的提示, 令基天道心生疑惑, 但他没有犹豫, 立刻选择将非凡之力, 提升为太玄之力, 接着, 基天道感觉到七经八脉, 以及丹田汽海中的所有元气, 发生了质变, 精神状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亢奋, 基天道便知道, 原先的非凡之力, 已经彻底被太玄之力所取代, 那么, 非凡之力已经足够夸张, 升级之后的太玄之力, 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未完待续, 基天道的天书非凡之力, 终于也升级了, 变成了更霸道的太玄之力, 太初有道, 道法自然, 众庙之门, 玄之又玄, 基天道的掌心泛起蓝光, 这太玄依旧还是蓝色, 只是颜色更深一些, 这就是太玄之力吗? 基天道很想试试, 威力如何? 但天舞院到处都是建筑物, 无法当作参照物, 再说, 拆了还得换地方居住, 罢了, 等有机会再试试, 没有千界婆娑当对手, 的确不好试验, 以前的非凡之力, 使得他在神庭境界时, 就能吊打原神高手, 自踏入九夜, 十夜以后, 非凡之力也没了特别明显的作用, 以他当前的修为来算, 一半的非凡之力, 只能将五命格千界的高手击退, 但并不能产生致命伤, 不知太玄之力, 能否做到诛杀千界婆娑, 积天道的目光落在命宫上, 第三命格已经完全开启, 同时, 千界婆娑法身又变大了, 应该有四十丈了, 积天道再次看向系统面板, 功德点还有四万八千六百三十点, 那一万五千多功德, 是老八贡献的吗? 想到诸红供, 积天道正好想看看他在干什么, 如今非凡之力, 已经变成太虚之力, 那么天书神通, 会不会也有所变化? 积天道闭上眼睛, 默念天书口诀, 诸红供出现在画面里, 一个年轻人会报道, 教主, 清风教, 正阳教, 全真教, 三大宗门已经臣服, 三大教主要杀要挂, 只需要您一句话, 诸红供满意地点了下头, 全都杀了吧, 等等, 一旁的陆离阻止道, 这可是收服人心的好时机, 不要乱开杀戒, 前辈说得对, 是我太激动了, 我就是羡慕我师父的那股范, 一时情不自禁, 前辈勿怪, 陆离疑惑道, 你师父很喜欢杀人吗? 那倒没有, 但是该杀之人, 他绝不含糊, 曾经杀的我们金连世界, 人人文之色变, 该杀自然得杀, 但得看具体情况, 你现在已经是天下人心目中, 无法战胜的绝世高手, 没必要跟这些蝼蚁一般见识, 那按前辈的意思, 我该怎么做? 恩威病师, 原有红教弟子, 给予赏赐, 各种地阶武器, 功法, 全部赐给他们, 另外三日后, 十大教成立的修行者联盟, 你要去参加, 并且登上盟主之位, 朱红共听得一愣一愣的, 旁边的许万青, 听到地阶武器的时候, 赶紧说道, 多谢教主, 多谢前辈, 在下若真能得到地阶武器, 我愿一辈子追随教主, 这里暂停一下, 元旦到了, 如果你受够了一个人生活, 就去牵手APP上, 找个爱穿JK的女友一起过节吧, 上面女生好看不高了, 各个165的大长腿, 还会主动自拍分享生活, 都是想好好谈恋爱的, 总能找到跟你有共同话题的人, 表弟用了半个月就聊成了, 想脱单的兄弟, 快打开评论区试试吧, 朱红共摇摇头, 居区地阶武器, 不值一提, 他想起师父曾经前往红莲世界时, 赐给他们这些徒弟的武器, 都是荒疾的了, 多谢教主, 徐万青退了出去, 陆离开口道, 地阶武器对你而言并不值钱, 借花献佛, 给他们合了不为, 你要做的是, 掌握黄莲世界的珍惜资源, 比如火灵石, 紫金石, 可能出现的生命之星, 或者是命格寿, 这么做合适吗? 这相当于掌控了一个世界的修行资源, 这么做并无不同, 若是未来有一天, 你了解了黑塔议会, 便知道你有多善良了, 朱红共文言, 叹息道, 我终究还是变成了自己讨厌的人, 这时, 徐万青又走了进来, 教主, 有好消息, 自从您昨日横扫三大派十大高手, 又有五大宗门愿意加入咱们红教, 好, 我一会儿出去见见他们, 属下遵命, 徐万青转身离开, 这时陆离开口道, 把你法身祭出来, 我看看, 朱红共点点头, 法身祭出, 陆离看了一眼, 法身真实高度有十三丈, 应该快要破九夜了, 破九夜时, 需要一千两百年左右的寿命, 你自己的寿命勉强够, 前辈, 那样的话, 我岂不是变成老头了, 海兽之王的命格之心, 还剩一千九百多年, 可以先用四百多年, 留下一千五百年, 开启命格时再用, 开启九夜之后, 还会返还一部分寿命, 所以不必担心, 前辈, 我发现你跟我七师兄有点像, 你俩做事太有计划性了, 你七师兄是谁, 在无尽之海上你们见过, 我就是替他跳出来吸引海兽的, 我和他的关系最好, 他现在一定哭得死去活来, 陆里想起了丝无牙的样貌, 是那个彬彬有礼的年轻人吗, 他的身上也有太虚的气息, 到底什么是太虚的气息, 我怎么感觉不到, 这件事有点奇怪, 等你又返回之后, 见了你师父就能搞清楚了, 不过, 我会想办法, 先隐藏掉你身上的太虚气息, 多谢前辈, 前辈是除了我师父和几位师兄以外, 对我最好的人了, 未完待续, 积天道不愧是所有穿越者中最恐怖的大魔头, 不仅自己出手不留情, 交出来的徒弟也一个比一个狠辣, 就连一向心慈手软的老八猪红供, 都开始打开杀戒了, 看到这里, 积天道满一点点头, 关闭了天眼通, 知道猪红供很安全, 他就不用再担心了, 而且看这节奏, 陆里是要帮老八破酒夜, 这个陆里到底是什么身份? 难道是黑莲世界的对抗者吗? 略微沉吟, 积天道不再去思考, 而是感知了下剩下的泰玄之力, 竟然还剩下四分之三, 看来这泰玄之力确实比非凡之力强得多, 只是不知道威力如何, 还有第三命格也不清楚威力增加了多少, 想到这里, 积天道纵身飞出, 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天舞院, 来到一处偏僻的山峰之处, 他直接祭出了千界婆娑, 三命格的千界婆娑, 除了高度增加了武障, 其他并无太大变化, 他当即调动第三命格, 意念微动, 一道金色的刚硬从心盘中击射而出, 轰的一声巨石滑落, 刚硬竟然轻易击碎了那座山峰, 接着, 火焰燃烧了起来, 整个峡谷变成了一片火海, 这就是浴火的能力吗? 第一命格可以用四次, 开了第三命格能用多少次? 想到这里, 积天道连续打出十二道刚硬, 直接将此地轰成一片废墟, 这要算下来, 每开一个命格, 便会增加四次的命格之力, 也还算满意, 这种级别的力量, 对于千界以下, 都是毁灭性的打击, 相当于十二章致命一击, 若是叶真还活着, 两人再次交手, 积天道就凭命格之力, 就能将其错古扬灰, 同阶战斗的话, 若是命格之力, 再加上太玄之力, 积天道眉头微皱, 应该留一次命格之力测试一下, 可惜没法测了, 算了以后有机会再测试吧, 太玄之力可是自己的杀手键, 返回天舞院后, 积天道对自己的实力有了清晰的了解, 但是总觉得还不够稳妥, 他现在的底牌就只有太玄之力, 命格之力这东西别人也有, 武器和夜火也不是他独有的东西, 况且都是活了几千年的老狐狸, 又怎么可能没点好东西, 积天道看了眼功德值, 还有48630, 还是抽奖吧, 也许能抽出个什么版巅峰体验卡呢, 丁, 本次消耗50点功德, 奖励10张逆转卡, 现在逆转卡已经没什么大用了, 一个命格之心, 至少能提供1500年寿命, 又来了一个十连抽, 清一色谢谢慧的, 再抽, 丁, 本次消耗50点功德, 奖励合成卡一张, 积天道看到新的卡片出现, 心中微动, 系统总算有新玩意了, 合成卡可以合成三张以上同类卡, 强化其效果, 这可是个好东西, 那就再抽点, 不知不觉, 时间飞速流失, 积天道上头了, 连抽了一页, 顿时有种被坑了的感觉, 这一页, 他连抽了220把, 啥都没有, 黑了一页, 没道理不红一把, 再抽最后一次, 丁, 本次消耗50点功德, 获得火灵十三颗, 致命一击一张, 积天道满意的点点头, 抽到致命一击, 算是赚了, 功德点还剩下36980点, 合成卡需要三张同类卡, 积天道又花了2600, 买了一张致命一击, 功德点还剩下10980点, 买不起了, 罢了, 等功德只累积够了, 再合成也不迟, 有这两张的话, 也够了, 最起码, 一摇若是来复仇, 有足够的手段将其拿下, 丁, 获得三万两千三百四十人前程朝拜, 奖励三万两千三百四十点功德, 获得一万两千零三十四人叩拜, 奖励零点功德, 这个老八太疯狂了, 积天道心中一动, 这小子到底在哪里, 难道他回到大盐当土皇帝了, 他默念天书神通, 朱红贡的画面出现了, 朱红贡神态自若, 四面八方的修行者, 全都在向他跪拜行礼, 教主神威, 法力无边, 千秋万代, 一统天下, 积天道心中起疑, 老八这是要造反, 抢昭越的皇位吗? 朱红贡面色从容摆了摆手, 免礼, 说完, 朱红贡看向陆离, 前辈怎么样, 我现在拉不拉风? 就在这时, 天空中飞来一道身影, 一个白发修行者, 迅如闪电, 冲向朱红贡的面门, 积天道本能反应, 直接一掌打出, 可惜两者相距十万八千里, 根本无法干预, 积天道微微皱眉, 其实, 天书神通能帮他看到听到已经不错了, 现在只能看老八自己了, 未完待续, 朱红贡看向陆离,